我我我我什么我 我没躲你 就是上次你爹他 那那那你说教我功夫的 你为啥不教 要不这样吧 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回来 我就教你 行吗 这才差不多 大鹏 你明天就要走了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我们必须 好了 我知道了 反正你平平安安回来就行了 有王大哥带着我们呢 你放心吧 行 你回屋吧 大鹏哥 你以后不许再躲我了 你说这大鹏傻大黑粗的 鱼儿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这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哪 你说他俩要是以后结了婚 那大鹏还不掉蜜罐里呢 你说这鱼儿的大家闺秀 还有这么一双巧丑 真了不得呀 大鹏 你回来了 天生 干吗呢 没干吗 好你个聊天生啊 就你贼心眼睹 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看看 啥也没有 你让我打开我 行行行 给你看给你看 那说好了啊 我给你看你不许生气 我生什么气啊 拿出来看看 那你要不生气我就给你看了 不 我快拿出来吧 真别生气啊 不生气 玉儿亲手给我做了双鞋 让我明天路上穿 啥 给你做的鞋 对 我给 真是给我做的 不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啊 行对你好就不行对别人好啊 不信你为二哥 刚才人家那个煤花给送过来的 玉儿还交代说 千万别告诉你怕你生气 是谁的血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好你个廖天生 你又想比试比试是吧 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遛手了 行了 别闹了 明天就要走了 瞧那熊样 跟你开玩笑的 小气 给你做的 去 我就知道肯定是给我做的 二哥 看那小气样 二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明天要出发了 你害怕啊 是福不是祸 是祸 是祸堵不过 再说有咱王军师的周密安排 啥祸咱都能闯过去 对吧 咱哥几个都出生入死多少次了 都没事 别瞎担心 我不是担心咱们 那你担心啥 要想不尿炕 要想不尿炕 半夜别睡觉 就算你心里装了整个中国 这事咱不也得一点这做吗 对不对 老哥 我给你唱一出戏怎么样 我也好久没唱了 就当给咱哥几个撞了行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以前唱得好的 我请你嫂子啊 瞧见没有 瞧见没有 你一看这鞋的大小就知道给谁做的 你要想做鞋 送给我给你做去 看 这鞋做的是不错 不过穿在你的脚上 就是浪费了 管它浪费不浪费 我喜欢就行 那不就得了 拿来吧你 二哥 我的鞋 鞋做得不错 龚某玉儿 你们快回吧 好 你们可一定要小心哪 好 放心吧 保重 保重 走吧 大黄哥 好 鞋儿 我该走了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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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又上了 你不喜 ton gegenüber 二哥 你不した 是了 那就好 大鹏 快點 月兒 我才不走好他們該笑唬我了 好吧 你走吧 我 記住 一定要 好好地回來 我知道了 你呀 走吧 月兒 他都跟你说了些啥呀 他笨嘴笨舌的 啥都不会说 傻孩子 那是因为他心里啊 全是你 全是你啊 所以他才不知道 说些啥好啊 那人家就是想 听他说句暖心的话吗 他呀 为人厚道 所以才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 不过这样的人靠得住 要是那些能说会道的 爹还不喜欢呢 你不也喜欢厚道的人吗 谁说不喜欢了 这不就成了吗 走 回家 爹 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他们能出啥事啊 有王英章领着他们呢 再说了 他的本事多大呀 蹭一下就跳坊上去了 蹭一下下来了 他呀 一巴掌能把那个墨盘给拍碎了 对 小鬼子有几个脑袋 够他拍的呀 啊 要我说啊 多几个大鹏这样的 小鬼子呀就蹦跶不了几天了 你怎么会起来 报告 进来吧 阁下 有何吩咐 我想让你去一趟 浅佛爷 执行什么任务 在没人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女儿 知道了 坐 我和你的父亲是挚友 他曾经托付过我 好好照顾你 这都几年了 我们在一起 甚至都没有吃过一顿饭 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哪 您对我已经格外呵护了 可我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对您说 这一家人说什么谢谢 可我 还是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知道为什么吗 是您对我的信任 不错 因为我知道 如果连你都完不成的任务 别人就更无法完成了 所以我更多的对你是鼓励 当然 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你父亲的关系 我明白 为了彻底消灭八路军山西纵队主力 完成这次大扫荡的任务 宗司令调集了三万机械化部队 从北面 何为敌人 十六号扶晓前必须通过千佛眼大桥 否则他们就无法完成 对徐之柳不得何为 您担心八路军和炸桥 这是徐之柳向白脱凯 他们全军覆没命运唯一的办法 所以我们要确保这座桥的安全 我考虑再三之后还是决定让你去 同时让土飞元他们的连队 把部队安排在这里和这里 这样就可以阻止这些八路 对这座大桥进行骚扰和破坏 他的大部队过不去 但是少数人还是可以渗透过去的 阁下值得是沐神风和那几个功夫高手 徐之柳想炸掉这座桥 肯定会用这几个人 因为他的部队在这里根本施展不开 就算他敢于冒险 派小谷部队到这里 也会被我们的部队所歼灭 阁下分析的完全正确 你有什么要求吗 请问阁下 这座大桥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 是 而且还是他们一直引以为荣的一部杰作 据我对这座大桥的了解 王沐峰他们根本不具备炸毁这座桥的能力 什么意思 这座大桥高大坚固 就算是成百斤的炸药放在桥上 也未必能炸垮它 况且王沐峰他们根本也不可能 将这么多的炸药放到桥上 你想说的是 要想炸掉这座大桥 首先得要对这座桥的力学结构非常了解 能够对这座桥非常了解它 只有它的设计师 因此我认为 他们想炸桥 就一定会找到它 并让它帮忙 否则 他们根本无法下手 我们要先找到这个人 阁下 您知道这个人的资料吗 现在还没有 请阁下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这是保护这座大桥的关键 好 一定要把它牢牢地控制住 这个任务也用你去完成 回去等我的电话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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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干嘛 从后面在 我有事跟他说 臭大桥 什么事 我 行啊你小子 别一天了 不简单 你都知道了 你跟月儿的事 我跟孔伯已经说过了 孔伯他咋说的 孔伯说呢 那你好好杀鬼子 枉七八糟的事就别想了 就要是你媳妇了 真的 还有事吗 没了 嗯 大鹏 天生铁柱 你看把咱们大鹏给高兴呢 臭美 我告诉你啊 回去我就告诉月儿 咋啦 回去啊 去 把屋子修修吧 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脏兮兮的 月儿咋就看上你了呢 好你个 你 你站住 你站住 二哥 行了行了 还没有消息 还没有消息 我们的情报部门全都是饭头 现在中国时局动荡 战火连连 要找到一个人 谈何容易 可找到一个名人 能有多难 中国能有几个 能造那样一座大桥的设计师 中国那么大 再给情报部门一些时间 你 站住 检查 老总一杯吧 走吧 你 站住 走吧 滚 站住 走吧 检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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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要什么 老板 你这要当归吗 有 多少 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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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自己用啊还是 不 老师要救人 救人 您可来了 等你们好几天了 郭语清的情况怎么样 很好 陆队长在里面呢 好 请 陆队长 王院长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一直在等你们呢 陆队长 郭语清的情况怎么样 来 屋里谈 好 来 请 好 坐 来 请 坐 我不坐 现在郭语清啊非常落魄 他本来是要跟着国民政府去重庆的 结果船被鬼子的飞机炸沉了 所幸的是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活了下来 一家人辗转来到这里投靠岳父 谁曾想到他岳父一家也不知取向 现在只能靠拉洋车为生了 那你们一直在盯着他吗 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没发现有人盯他的手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日照街二十三号 有一个小院子 他家的主人在鬼子打太原的时候逃跑了 成了空院子 一家人就住了进去 很僻借 是 是我 阁下 这一次我们必须要抓到王沐峰 出发 注意了 家族转 上车 走 他们会在探用什么地方 还不知道 三浦中泽正在查 应该很快就会查到 让一让 快点 王医生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吧 那边 那边 下车吧 慢走啊 出车 好嘞 房高车 请上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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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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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先生 你住这里吗 不 我是来看朋友 这里的住户差不多都跑光了 你朋友住几号啊 二十三号 先生 先生 这就是二十三号 我就住这里 你要找的人是 我语亲 你们 不要怕 你们要干什么 不要紧张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里面说 你得担心 他们抢在咱们前面找到他 只要他们想炸桥 就一定会千方百计找到他 他们找他 估计是大海捞针 可他们 都是中国人 什么 你们想要我帮你们炸千封岩大桥 对 你想错了 我不会跟你们去 你们想都别想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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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和中国人流血牺牲 这跟我没关系 我建这座桥 是为了造福民族 虽然它现在被日本人所利用 但是 它永远都是我们国家的财富啊 是的 在和平时期 它会是我们的财富 可是眼下这座桥 它会让更多的中国人 和我们这个国家民族 承受更多的苦难 我说过了 这和我没关系 和这座桥 更没有关系 你说什么 天生 天生 跟你没关系 你岔娘的还是不是中国人哪 天生 郭先生 请原谅 我想说的是 这是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的 我的意思是 我建这座桥 不是给日本人建的 这座桥 本身和日本人的侵略是无关的 但是你不可否认 这座桥 现在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了 岂有此理 日本人要走山路 要走公路 要住房子 难道这些都和日本人有关系吗 你们都要把他们炸掉吧 这座桥 你先坐下来 郭先生 你先坐下来 你说的没错 这些固然重要 可是眼下 我们的第一要务 就是把日本的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这才是每一个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 要做的头等大事 因为有了和平 这一切 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说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炸掉它 郭先生 请你 一定要帮我们这个忙 如果这座桥炸不了 这就等于帮了鬼子的忙 只有汉奸才会帮鬼子 我不是汉奸 我也没有帮过鬼子 不不不 郭先生 你先坐 你先坐 请您不要误会 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 阿哥 进来 神谷师团 特别行动队队长 山沐淳子 我已寄到上级命令 全力协助你们行动队 听你指挥 找到那个中国人了吗 还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他的照片 和名字 他叫郭语卿 现在可能在本地拉人力车 我的人正在找他的住所 在悬层说明他 我看看 走 站住 走 你 滚 看看 走啊 站住 走 既然这座桥冲我来罪恶 你们去炸他好了 我不拦你们 我也拦不住你们 但我不会帮你们的 月轻 你少杀罪 是陆队长 开门 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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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走啊 郭先生不肯走 现在鬼子好像在找他 我刚才看到他们 在全城盘围人力车工人 估计很快就会找到这里 郭先生 你听到了吧 现在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了 郭先生 我不会帮你们 更不会帮鬼子 郭先生 请你必须离开这里 留在这儿是很危险的 我是三鲍 好 太好了 找到他们的住址了 是啊 让开 让开 他的降临 冲击击一个不了 是 你 那边 你 那边 给我搜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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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他跑了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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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刀 快 跟我上 老陆 走 走 小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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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鬼子一个中队 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过去的 那我们下车 好 下车 走 郭先生 请下车吧 你们 你们是在自杀呀 你说错了 郭先生请 来 我 我哪儿都不去 来来来来 哪儿都不去 下来 我哪儿都不去 大鹏 大鹏 保护好郭先生 不许掉队 好 走吧 走吧 郭先生 前卫就是阳村了 只要他们开着车 绝对过不了侯友中队的防线 哪儿就这样 不回事 都不回事 我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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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哪位是何友中作 你是什么人 我是山沐特别行动队的副队长 高岛正一 这位是山沐队长 打开 有没有吉普车通过 没有 这山里只有一条通道 未经派兵把守 八路就是长上翅膀 也休想飞过去 没有动静可不是好事 派人搜山了吗 派了 一共派了三个小分队 每小分队十人 在林中穿茶搜索 既然如此 他们一定还在山里头 他们带着国有七人 就会减弱他们的战斗力 不错 所以他们一定不会走这条 有重兵防守的通路 让他们全部下车 我们进山 通往千佛岩 除了这条路之外 山里面还有别的路吗 没有了 我确定 谷底只有一条路 四周全是绝壁 这里谷底有多远 不远 过了这座梁 背后就是 但背后是绝壁 得向前绕行十五公里 才能下去 那几个中国人 很可能已经接近谷底 我们必须马上出发 走 出发 快点 郭先生 我都快踩到你那脚了 咋了 我想走了 放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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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我走 走 怎么回事 这上没有动静 不容易 放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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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来 别动 王英卡 王英卡 从谷帝国的路已经被鬼子封死 而且又重兵把守 山里面的小鬼子正在找你们 这里现在非常危险 没有别的路吗 没有 我告诉你别的话 必须赶快想个办法 一会儿又过不去了 我们队长说实在不行的话 他们就在国可外忙里一打 你们就有机队逃出去 不行 这样有机队 就会能排除危险了 我们队长说了 我们就算死也没关系 只要那我们大桥炸了 桥是一定要炸 炸车尽量减少损失 我也炸 小火呢 大鹏 怎么了 刚才还在这儿来一转眼就 你猜猜他怎么看呢 我 我